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 因为没人相信独眼能打好篮球 2014年的NBA选秀大会上 出现一位特殊的年轻人 他没有被任何一支球队选中 却被NBA联盟选中 NBA为他制作了一件球衣 并承诺在他毕业以后 会安排他在联盟里工作 这位被特别关照的球员名叫伊赛亚奥斯汀 1993年10月25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 12岁那年他被棒球击中右眼 导致右眼的视力变得很差 两年后的一场比赛 他在完成扣篮后感到右眼疼痛 再次睁开右眼时只看到一片血红 那一年他做了四次视网膜手术 依旧无法挽救他的右眼 最终他接受一眼移植手术 一眼并没有视觉功能 他的作用只是使佩戴者 不会因为失去了一颗眼球 而被外界人觉得异象 一心想打进NBA的奥斯汀 不知如何是好 妈妈告诉他 要么把他当成借口自暴自弃 要么书写自己的故事 奥斯汀决定重拾自己的篮球梦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他回到球场后发现困难重重 一只眼睛打球和双眼打球 完全是两回事 教练组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 因为他们没试过用独眼打球 奥斯汀只能反复地练习 通过肌肉记忆找到投篮感觉 硬生生打成全美前三的五星高中生 收到多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邀请 最终他选择加盟贝勒大学 他一直害怕外人知道他的秘密 害怕别人知道他只能用一只眼睛打球 害怕教练和队友不信任他 害怕这会影响他的选秀前景 于是他戴上运动眼镜打球 外人难以发现他的缺陷 不过后来他选择跟外界坦白 教练和队友对此非常诧异 他们没想到奥斯汀能打出这么出色的表现 更没想到他会成为热门选秀球员 选秀前的体测缓解 奥斯汀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拥有2米16的身高 臂展和跟腱长度都非常出众 拥有超强的爆发力 作为一个大个子跑起来却很快 另外他有柔和的投篮手感 中距离和三分球都能投 还有不错的脚步完成篮下终结 最出色的是他的护框能力 出色的身体天赋加上良好的防守习惯 让他拥有成为顶级防守人的前置 他的这些优点让人们忘记了他的缺陷 他被视为乐透秀的热门人选之一 然而就在选秀大会开始的前五天 医生在给他做水翘制测试的时候 发现他的胸部有一些凹陷 随后发现他的心脏有点不规则 最终被确诊为马凡综合症 继续打篮球可能会导致心脏皱体 主动脉破裂和死亡 很可能会死在篮球场上 奥斯汀的篮球梦再次破灭 他和家人痛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收拾好心情来到选秀大会现场 奥斯汀知道他不会被选中 但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他必须亲身感受这个氛围 没想到NBA给了他一个惊喜 他没有被任何一支球队选中 却被NBA联盟选中 全场观众站起来为他欢呼 电视机前的观众被他的故事打动 他受到NBA的鼓舞 之后两年积极配合治疗 2016年医生准许他参加篮球比赛 2017年他前往欧洲追寻篮球梦 在塞尔维亚俱乐部的下属球队打了一个赛季 在场均15.6分钟的时间里 场均拿到9.1分3.2篮板以及0.4助攻 赛季结束后来到中国参加NBL 在广西威壮队打了一个赛季 场均砍下33.2分10.4篮板和1.7次盖帽 出色的表现让他获得CBA同袭队的青睐 他场均得到14.8分10篮板0.5助攻 打了四场比赛之后就被替换掉了 之后几年他辗转各地 只为继续追寻他的篮球梦 直到2021年他才宣布退役 他在NBA联盟办公室工作了一年 热爱篮球的心又开始躁动 2022年他付出参加Bit3联赛 至今依旧在球场上飞奔 这个用生命打球的男人 虽然不是球星 却已经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超级巨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